哈喽,大家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支Gang Heng 我前一两天有分析 那时候他就股价往上冲嘛 我就说如果星期一开盘就是今天 他开青色蜡烛,青色啊 他是可以追的 但是 是红色 而且那时候我说如果是红色的话 就看这有没有机会回调买上涨 像现在看回去呢 今天就大跌,红色大跌 跌破了他这个回调买上涨的机会 也就是说前一两天分析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的话就没有马路了 ok这样就安全一点 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会大跌到这么厉害 差不多整25% 非常厉害 这个他股价已经是跌破了这个指示线 跌破了20天均线 不要随便就跌倒了哈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现在就看一下他这个蓝色先 大概是在1.90左右 1.70左右这边 1.70左右有没有手足 如果在1.70弹上去的话 或者是说可以做一个小反弹吧 因为底部的筹码还是蛮凶厚的 但是呃 问如何 如果你follow我的这个车位的话 你今天是没有买到的 也不会买最高 也不会回调买上涨 因为都已经是 呃 没有实现到 他说他讯号没有出现到的意思 ok 现在就看这个了 1.70 这边有没有支撑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